B2 后来怎么啦 自从 HTC VIVE 推出一阵子后 邦尼团队终于迎来针对消费级使用者 所推出的 HTC VIVE 第二代 不过命名不叫 VIVE 二代 而是 HTC VIVE COSMOS 立刻加入邦尼帮你 Facebook 讨论区 邦尼接下来测什么 跟专属好康 全部都在邦尼讨论区 也别忘了订阅邦尼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收到最新的产品评测 所以后来的 VR 怎么了 这就要从 2015 HTC VIVE 在 MWC 惊喜的推出第一代后说起 HTC 在第一代 PC VR 几个最大的痛点 就在于电脑规格要高 入门门槛太高 需要架设外部接收器 无法随时随地游玩 以及内容不够多的问题 这些在 2019 年 电脑性能已经不再是限制 2 万左右的桌机就可以入门 VR 而作为 HTC VIVE 的二代机种 VIVE COSMOS 也从里到外解决了几个痛点 首先在设计上 采用了更符合人体工学的配重设计 后方的旋钮以及头顶的支撑条 都变得更容易自己一个人穿戴 并且支援向上翻起的机构设计 可以在一秒内从虚拟回到现实 在传感器设计上 不再需要上一代架设麻烦的外部定位设备 这次 VIVE COSMOS 有六颗镜头 采用 HTC 称为 INSIDE OUT 的定位技术 这六颗镜头可以从头盔进行空间定位 并且一样能够在空间中自由走动 在接近框线边缘的时候 也会出现障碍物提示 简单来说在体验上跟以往的 VIVE 一样有良好的空间定位体验 不过少了定位器 代表你可以带着 VIVE COSMOS 到处走直接玩 带到朋友家玩也是可以多 显示上 VIVE COSMOS 在萤幕解析度上 也比第一代提升了88% 解析度来到了更细致的 2880 乘1700 最大的改变在于 COSMOS 从 OLED 显示器转为 LCD 并经过 HTC 称为 Real RGB 的真实 RGB 显色 达成更准确的色彩显示 头盔上一样整合了效果还算不错的内建耳机 不过在刷新率上依旧只维持 90Hz 算是稍微可惜的地方 这次 VIVE COSMOS 的手把也大大改变了设计风格 以几何 LED 发光图腾作为主要视觉 也让 COSMOS 电竞感满满 全新的握把设计也让握持方式从以往的握把 变得更像拿着一把手枪 这次 HTC 也顺应游戏需求 加入了更多操作按钮 让游戏玩家有更多操作可能 而在软体上 HTC COSMOS 也加入了全新的 VIVE Reality System 在这个系统中 你可以在 VR 世界打造属于你的家 自由变换你的居家空间 老实说当邦尼看到 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打造自己家的那一刻 再搭配上 VIVE 的瞬移功能 一秒你就能从庭院走到房间 没有任何载入的过渡感 你会感觉真的身处在那个空间 并且你真的有了瞬间移动的能力 在视觉冲击上就像是 想象你从一个吵杂的街道 突然瞬间移动到了安静的顶楼 声音骚然消失 就类似这样的感觉 在第一次瞬移时 确实觉得自己好像又离未来更近了一步 最后邦尼也来聊聊 我们在 VIVE COSMOS 上看到的几个未来 VR 的方向 首先是虚拟居家能瞬间移动 既然你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有自己的家 那同理 VIVE 其实可以建立起一个开放世界 让所有人都能在虚拟空间中彼此互动 VIVE 的瞬移之所以迷人 就是你既可以选择在空间中走动 也可以直接用纸的直接瞬间移动 过程就跟你在现实世界中想象的和预期的一模一样 此外 HTC 也展示了 VR 博物馆 HTC VIVE 正致力将博物馆内的作品进行 3D 建模 并透过 VR 呈现 除了随时随地可以逛博物馆外 现在你还可以跟展示品互动 重点是你可以找朋友一起逛博物馆 没错大家可以透过网络连线 同时加入到同一个空间 嘿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经过邦尼团队跟 HTC VIVE 团队闲聊 事实上这个多人连线的技术 已经可以在游戏中使用 代表多人在线上组队打 VR 副本的那天也越来越近 前面提到创造真正 VR 虚拟世界的那一天 或许也慢慢地正在塌身 希望 HTC 继续坚持 让 VR 更接近未来吧 后续如果邦尼有机会取得 HTC VIVE COSMOS 的时机 我们也会带来更多实际体验细节以及内容 有任何想知道的也欢迎留言告诉邦尼 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 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HTC VIVE COSMOS 进行投票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 并且打开小铃铛 即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 当然你也可以在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Line Ad 找到我们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点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